雷开离泰院商圈的周边重开了 因为它把封锁线移除 而民众进去之后 来到了踩踏事故发生的巷弄 才真正的亲身感受 这个巷子怎么会这么窄 而报道一开始呢 让离泰院商圈要复苏非常艰难的是 因为现场留有太多悲剧发生的痕迹 让人看了痛苦又心酸 例如说在地板上还有明显的抓痕 甚至有陷落的地方 踩踏事故经过13天 离泰院商圈移除封锁线 重新开放行人禁书 不少民众走入试发巷弄 看着满是抓痕凹陷的墙面 于被挤坏变形的地砖 忍不住红了眼眶 地铁站出口灵堂已经撤除 但现花追到人潮没有停过 周遭商家在重启营业之前 特别自发筹备纪念音乐会 提供市民释放情绪的空间 离泰院挺过新冠疫情冲击 原本准备迎接观光客回笼 但踩踏事件发生之后 再也不见人潮 业者感叹人民所受伤痛难以愈合 短时间内也再难看见商圈复苏 离泰院踩踏事故 14号再增加一人身亡 累计158死196人受伤 南韩特殊部追真相 越来越多证据都指向 人为疏失责任重大 6名机关首长及官员被立案查处 11号却传出其中一人在家中身亡 龙山警察署正姓情报股长 身前涉嫌收买下属删除安全报告 是位罪亲身或是另有引擎 有待厘清 与此同时南韩在野三大党 181名议员 已经向南韩国会提交离泰院事故 国政调查要求书 龙山总统府遭到点名 应该也被列入侦查对象 因为总统办公室搬迁 警力过度集中保护尹熙悦 也被认为是事故发生原因之一 之一政府的声浪高涨 共同民主党趁势发起全国性联署 繁华首尔市渡星发生令人意想不到的悲剧 离泰院事故震惊南韩社会 也成为南韩重新检视全国上下安全管理体制的契机 首尔地铁站通勤尖峰时段人潮众多 拥挤程度与离泰院万圣节当晚不相上下 当中又以九号线情况最为严重 首尔市决定播出862亿韩元追加48节车厢 五号线也沿拟加长线路 增列停靠站点以疏散人流 而日常生活当中最具威胁性的道路安全 也是关注焦点 南韩去年一年前有2916人死于交通事故 绝大多数都与疲劳驾驶有关 为了让司机获得充分休息 防科税休息中心应运而生 大货车司机的专属休息空间 检疫床铺 卫浴 按摩椅和洗衣设备 餐饮 理发厅应有尽有 司机们来到休息中心扫码上传 休息证明还能够获得优惠券 成功吸引越来越多司机 自发加入休息的行列 近期在南韩货车后方 也时尚出现两颗水汪汪大眼睛 同样是提高行车安全的手段之一 南韩道路公社职员集思广益 参考社会实验规划监视之眼 将大眼睛贴纸贴上货车 白天可以达到监视视景效果 晚上还能反光提醒后车 保持行车距离 广受好评 TVBS新闻综合报道